今日《经济日报》推介《华润啤酒291》 选选原因是 港股持续在24000关增持 政策受惠股持续加以关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星期召开 会议将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市场认为中央稳增长的政策将会物集出台 其中包括促进消费等重要方案 内需股当中 《华润啤酒》具备加价条件 值得看高一线 公司近年积极向高端市场转移 高端业务销售增速 去年明显加快 对盈利前景有利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《华润啤酒》2021年度 盈利预料接近46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118% 《华润啤酒》昨天收报66.45元 计划是挑战横行区的阻力大约68元的位置 策略上 有货的人可以继续持有 目标体74元 而无货的投资者可以在62元附近吸纳 失手57元就要止舍了 《华润啤酒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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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华润啤酒》